因为他认识不到 认识不到 他就不会怨离的 你真正怨离了这个坏苦 然后继续怨离这个辛苦 知道这个有业皆苦 这个行就是业 这个业就是牵动你的心的 让你不自在的东西 你只有认识到这个辛苦的时候 你才觉得 真的是要解脱生死 这个辛苦 当然没有苦苦那么难受 但是也是苦 你不自在就是苦 你不自在 你看我们被捉在监狱里 这个苦很强烈 没有失去了人生自由 让你觉得苦 其实我们这个业牵着 我们完全不能做主 它也是苦 我们也知道 只不过跟那个苦苦比起来 我们觉得 哎呀他轻松多了 这个苦可以受 这个苦受起来 比那个苦苦好一点 我受这个苦 你就愿意受这种苦 你不知道 还可以不受苦 你可以慢慢的深入进去 你就知道 可以不受这个苦 我们可以超越 连这个辛苦都可以超越 凡夫认识不到 只有当你深入禅定的时候 为什么那个色界天的众生 说到初禅 初禅 很快 这个不要 这个还是不行 还是很粗的东西 他还是觉得那个是苦 他才会舍 远离那个初禅的境界 他就会进入二禅的境界 二禅的境界 大家一定知道 他还是愿离 那个还是不好 不喜欢 又愿离 又进入三禅 三禅的达到那个境界了 三界之内 最快乐的 所谓的最快乐的境界 他还是要愿离的 他愿离 愿离了就进入四禅 四禅就舍念清净 舍念清净 那个舍兽 还有辛苦 那他觉得还有身体 还是一种自爱 他觉得还是不自在 他就把这个色身也舍掉 就进入无色界 进入无色界吧 他那个心呢 觉得哎呀空无边处 哎呀好像很好 他觉得好像有一点 比那个色界天 他觉得自由了 他比起色界天来说 无色界天的众生 他就显得自由度大了 他心空了 他就没有色 没有这个物质的东西 来障碍他的心了 色法 没有色法来障碍他 他心就是显得自由多了 空空的啊 没有什么东西来障碍他 就觉得自由 其实呢 那个又不是 他又舍 一层一层舍到 舍到非一想非非想天 哎 没有东西可想了 非一想非非想 你说是想非想的 哎 他以为那个就是最高境界了 这外道就这样 修了修了这个最高 哎 他觉得这个是最高境界 他以为已经达到 舍得不能再舍了 没有东西可舍了 就你这已经是最好了 外道就录在那个地里面不出来 他还贪着那个境界 那甚至八万节过去了以后 他又触定了 哎 他是怎么搞的 怎么又回来了 那他就懊恼了 烦恼了 他就想 他就诽谤三宝了 哪里有什么生死可了 没有生死可了 因为聊不了生死的 生死不能聊的 只有释迦摩尼佛 才懂得这条道 怎么出去 释迦摩尼佛 教自己也是宣修外道 就是修道非想非非想天 然后撕掉 然后沉到了以后 初钻法人就钻这个枯地